很多 各位做圖片的方式嘛 那平常 其實說真的大家 你保留一些資料的時候 做筆記你都怎麼做 除了紙筆 很多人是不是會比如說開一個握著檔 丟進去 可是握著檔資源的格式有很多嗎 就你打文字打圖片 插入影片可以嗎 不行你是不是就變成一個超連結 然後再點過去嘛 點過去想說看那個是什麼內容 習慣比較好的還會抓一個畫面 再把它貼進去喔這個影片是長這樣子 可是如果你能夠在文件面直接播放不是更好嗎 如果你有音樂怎麼辦 更糟糕 音樂 又不能直接插入Word 那你就想說我存到 雲端令碟 再共享出來 然後再 貼入超連結 這個很麻煩 所以呢 我們在簡報27頁這邊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如果 用AI深層 我們剛剛已經有跟大家解釋為什麼要保留 你的創作過程 對不對 那 這個東西呢 有兩個工具你倒是可以參考一下 一個就是我們 上個月 有 就是在這邊有開課的 就是Notion 因為 Notion也好 或者我們的 Canva 他們 他們 都很方便 就是 他是 支援多媒體的 也就是說你今天不管是音樂 影片 圖片 圖片 超連結 幾乎你大部分 我們常看到的這些 檔案的格式 你都可以丟在一起 那我就不用那麼麻煩 有的檔案可能要放雲端令碟 有的 可能是放哪邊 以後你要找就很方便 這樣了解嗎 那麼 當然我們這邊 我給大家看兩個 好不好 給你看兩個同學做的 好 這邊 好 這裡 這個是 我那個職訓班 同學的 我請他們 因為他們要做專題嘛 那你看到左手邊這裡 這個是他們最後 因為他們是做的是那個 月曆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是做2023年的 有沒有 他每個月 有做了一個 代表的 所以左手邊這是他們最後做出來的 可是呢 事情 絕對沒有你想的那麼簡單 這個是大家看到最後結果 可是他們的創作過程 你看 這個就是KEMA的白板 你看我是不是可以隨時放大縮小 好你有沒有看到他們的手稿 當初先想一下我要做什麼主題 你看 放大放大再放大有沒有關係 是不是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哎 你手機拍下來也是一個 資料啊 對不對 好 再來 你看 你看 他們 他們 當初想的主題 要什麼事情要做 然後呢 開始 準備 你給我看看 他們畫了這麼多個有沒有 當初在畫的過程有沒有這麼多 最後 挑12個出來 然後呢 LOGO 你看 他們LOGO 有沒有 當初怎麼想 慢慢 你應該可以知道 我們只看最後成果 看不到他們過程的 可是這裡有沒有看到過程 有 對不對 然後你看 他們的Slogan 就是那個標題啊 要怎麼下 有沒有 他們去寫啊 去想一下啊 要怎麼寫 你看 他還有什麼在這裡 所以我都不怕他們字太小 你知道嗎 我放大放大沒關係啊 這樣有沒有把那個過程留下來 然後你看 他們發想的過程 我有參考哪些 對不對 主題 本來他們可能有想到這麼多 對不對 最後 挑出來 用馬卡 那個就是杯子蛋糕 好那參考的資料 有沒有可以做這些連接性都可以 這樣有沒有感受到 用CAMMA來做 確實還蠻方便的 你看他們討論的過程 景點也不錯啊 什麼都蠻不錯 對不對 可是總是 這些過程就留下來 好那 你看 這個因為 他們是專題嘛 所以會有好幾個人 一組 那 哪些事情 主要哪一個階段 什麼時間完成 要做什麼事情 誰做誰做 我們就可以 在裡面像這樣子 自己去交代清楚 你看有多個頁面 有沒有比較方便 真的一個頁面你覺得不夠了 或者不同類型的 你就把它放到不同頁面 是不是都可以用 這樣可以 好這是第1個 再來第2個 就是跟我們這次一樣的 因為不好意思 我去年就有開兒童班的AI 營隊的 好你看 好你看 李家 有沒有跟我們這次用的一樣 我有個主題 每一個同學的有沒有都有 那時候他們還沒有那個 AI那麼方便喔 所以我就 只到他們 把大頭放進來而已 這個就找 天馬的圖庫 好 像這樣 有沒有每一個同學準備一個頁面給他 那 每一個同學你看喔 每一個同學在這邊 他把他的 檔案叫進來了 我就可以怎麼樣 直接 進到他的 自己的白板 這個是我給他們的封面 你要寫一下心得 對不對 然後主角要先幫我 介紹一下 好你看 他們跟AI 交談的過程 我有沒有請他把畫面抓下來 這樣了解了 文字的 故事這樣生成了 再來 圖片 因為 小朋友嘛 我們就請他用Canva的AI做就好了 所以 你看 我有沒有 讓他們 把圖片抓進來 重點是 提示紙要把我放進來 這樣我才知道你是用什麼提示紙做的 對不對 那你看右手邊 有沒有再請他幫我抓一下Canva的畫面 然後這樣子是不是就比較完整了 你看 一個一個 有沒有 開始這樣就出來了 好所以你看右手邊 李嘉 每一個 每一個畫面我都請他們交代清楚嘛 這樣了解了 最後 他們就完成了 這樣的影片內容 然後就 在一個英語年年的效果 愛麗絲曼谷在森林中 這樣可以 這樣就從前面 他的故事怎麼生成的 角色怎麼定的 到最後影片 然後再 做 所以 我們用Canva來做 各位有沒有感受到 其實這樣就很方便 因為你可以把 所有你可能有參考的資料 你的創作的過程 從 開始 一直到最後成果 整個都保留下來 這個是我們在看 同學作品的時候會比較 建議的方式 因為 我只有看你最後報告其實 那個只是 表面的 對吧 因為重點是那個過程 重點是過程 所以 同學用這種方式做作業也有個好處 要造假很難 你隨便找一個 播放我不知道你的創作過程 但是這樣交代清楚 如果中間會有不一樣 就有點奇怪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讓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為什麼我們 建議大家用這兩個工具來做 這個 你的那個歷程的一個 保留 這樣有沒有問題 其實 把Canva的白板當作是各位平常 當作筆記也很好用啦 其實說真的 好 OK 然後